其实就是当它什么时候才会加 也就是这个条件 这个后面的逻辑为处的时候 它才会进到这边累加 OK那所以这个叙述的话 就是如果它莫的 P2等于0 那表示加的是应该是基数的 所以这边如果改成1的话 那改成 刚刚应该是偶数箱 如果是基数的话 那应该就是于1 于1的话 这个就是 就是13579 全部加在一起的话 那我们可以 就是用逻辑判断 再确定说 它要不要累加 OK这个应该可以看得懂这意思 所以未来城市里面 有蛮多类似像这样 都可以写出来 跑一个范围 然后我判断说 哪些状况 我要把那些值累加起来 这种机会其实非常多 不管哪一种语言都一样 反正写来写去 大概都是这样子 但是呢 如果还有一个叙述 如果 如果我希望颠倒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当当它是 我如果是这个叙述 我当它是能够被整除的时候 比如说被 假设我把它改成被整除了 如果换一个叙述好了 如果它能够被整除的话 那我就不要加 我就不要加 那不要加的话 意思是说特别重要 这边在Python里面有个叙述 叫做Continue 那这个Continue的意思 是在这边特别重要 其实在Java里面也有 不过坦白讲 这个Continue用的几率非常非常低 低到几乎是 趋近于零 为什么它叙述 其实我觉得 不太让我 可能也是相容心问题 不太相容 有脑袋 所以我不太喜欢 它这个Continue意思是说 那如果这个条件为出的时候 那我就跳 我就不要往下走了 我就跳回去到上面的回圈的意思 OK 所以Continue 在Java里面也是一样 那所以如果你遇到Continue的话 你就可以这样跑 那这样的话 等于是能够被整除 那我就跳过吧 所以中文意思有点像是这样 我就不执行下面动 我就跳过 下一个Continue 也许就下一个吧 下一个 比如说你去排队 刚好轮到你的时候 你证件少带一个 那服务人可能说 下一个 叫你先回去 先把资料准备好 再来 OK 类似有这种Continue的叙述 那只是说 这个Continue你要知道 只是说 我自己习惯上用的不多 不过未来 如果你的习惯 你也可以这样用 OK 那输出的结果一不一样 我来看一下 应该是基本上是一样 一模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 不同叙述 输出的结果 会是一样 但是写的人不一样 可能每个人脑袋结构不一样 写出来真的程式都完全不一样 所以有的时候 我去看别人程式 我说真的 我是完全 常常会有不相容问题 一看其实 别人写的 你就觉得 你就是没办法 一下子马上接受 那如果是自己写的 马上一看就说 很亲切 为什么 因为写过了 自己写出来的东西 就是自己的东西 就跟自己的小孩一样 长得就会跟自己有点像 如果长得不太像 可能要去验DNA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另外呢 其实当然 如果你要基础的话 另外还有一种更简单的写法 不过特别注意 这个continue一定要是在if里面 然后上刚刚有没有 上刚刚是在这一阶 有没有 记得你要把它back到前面一阶 就是你那个 那个table的位置 你也不能写错 如果你写到这边的话 它会输出什么 应该什么 没有东西 有没有发现 你放的位置 哪一阶 不一样的话 不对的话 结果是不对的 他continue说 他就跳过了 因为他排 他在他的下面 所以他也跳过了 那你 你这个地方 为什么在前面OK呢 你会不然 我再把它放前面 这个结果为什么不一样 请各位特别注意 因为很多人写错 都是在放错位置上面 特别注意 这个意思说 这边它是一个完整的逻辑 这个又是独立的一行 如果你把它放在里面的话 它会是在那个逻辑里面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continue的叙述 还有刚刚是第一种是用person 第二个是continue 第三个跟各位讲 如果说你要再更简单的话 其实这两行根本不需要 我把它注解掉 把它control加斜线 那实际上 你还有一个更简单的话 如果你是单数的话 其实请你在range里面 做一点动作 这边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加一个数字 加一个do.2就好 特别注意 为什么加个do.2 你讲说range 为什么还可以加 这个特别注意 它这个是你起始词 这个是你结束词 这个是你什么 你的step step意思是说 你每换下一个的话 它之间的间隔多少 那我要间隔二 1 3 5 7 9 那不就OK了吗 最后的话 它就一直跳 反正它跳下一个的话 它就是间隔二就对了 当然未来你也可以 也可以正也可以负 负的话前面大后面小 反正这个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把它执行给各位看一下 执行 结果会不会是一样的 结果也会是一样 它一样是把1加到99 但是单数的部分 OK应该可以理解这个道理吧 所以请各位练习一下 我刚好做了三种方法 但是其实一般当然聪明的也知道选最后一个吧 可是每一种写法都有它不同的特性 可能你遇到某一种情况 你可能可以适用这个最后一种 但是它刚好不适用的话 你可能要想第二种第三种方法 反正你的解决方法越多的话 那以后你可以做到的程式复杂度 当然相对越高 所以这个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我再把这个step最后一种 刚刚这个continue continue特别注意你的那个 你的就是阶层的概念 位置不一样 那再来就是第一种的话 第一种的话就是 如果你不 那但是如果你是这一种 你这边要把它放在这里 然后这个要把它改成1 所以会有三种写法 画面先还给各位试一下 那其实三种都可以 只是说我让各位了解一下 不同的写作有不同的特性 最重要还是你自己要取舍 而且你要各种写法都会 否则的话 有的时候遇到不同的情况 你就没有招了 就是当招越多的话 你自然而然你就可以很快的 可以把一个问题解决 试一下 好 好 感谢观看